一个周末一打二玩的妈咪真的是没有什么力气 今天晚上就做一个超级简单的奶油培根乌龙面吧 把洋葱切丝 我今天用了大约半克的量 再来是培根 我准备了大约6片 切成条状 如果家里有厚切培根 用厚切培根会更美味 今天使用平底锅一锅到底 锅子直接下培根 炒到金黄焦香之后下洋葱 洋葱炒软加一点盐巴 还有胡椒调味 炒香之后加300 C.C.的热水 放两块冷冻乌龙面 盖锅盖焖煮三分钟 开盖之后收一下汤汁 加入奶油还有鲜奶油 这时候转最小火 稍微搅拌均匀 奶油融化之后再确认一次味道 不够可以补盐 最后关火 加入两颗蛋黄 把蛋黄拌匀 最后撒一点意识香料 这样子就完成了 真的非常好吃 你们一定要试看看 肚子饿啦 看起来很好吃 隔着荧幕感觉得到香味 超虾饭下酒的蒜香奶油 泰国虾 泰国虾开费 很简单加拿一支剪刀 把虾子的栩栩剪掉之后 它虾头沿着虾子的背 剪到虾味 这种就可以热锅热油 先下奶油 奶油全部融化之后呢 就可以下我们的泰国虾了 先来做超虾饭下酒的 蒜香奶油 泰国虾 但是这道一发超多人 超晚食谱 那 上i拍 那道超简单 先截出虾哦 泰国虾开费 开费很简单加拿一支剪刀 把虾子的栩栩剪掉之后 看虾头沿着虾子的背 剪到虾尾 接着就可以热锅热油 先下奶油 这次虾子的量比较多 所以我直接用了整块奶油 奶油全部融化之后呢 就可以下我们的泰国虾咯 虾子的量真的比较多 所以我先稍微分两次炒过 接着就可以下我们的蒜头 蒜头不用切太小块 对半就可以了 那就是奶油 下一定要有的精髓 一定要加的淡奶油 那我也翻炒一下 可以下少许的玫瑰盐 有黑胡椒粉 接着剩两次超开胃的冰糖 接着就可以让它滚三到五分钟左右 现在虾子会更入味 最后可以再一个人口味 撒一点胡椒 来一下准备起锅 烤香又炒下饭的 剩香奶油虾子完成啦 看起来好好吃 不能吃虾的 我看了都流口水了 加切碎的洋葱下去更下饭 这种食物 请大家不要吃 因为我要吃 如果你太热不知道吃什么 要试看看最大料 凉拌柠檬手撕鸡 超级简单 非常快速 拿出一个盘子扣个碗 再把两只鸡腿放上去蒸 大约8分钟就可以了 再来准备调料 放入蒜头 辣椒 葱花 几片柠檬 以及两匙的鱼露 一匙糖 一匙酱油 炒之后我们先过个凉水 会让鸡肉更紧实Q弹 鸡汁精华绝对不要丢丢 冰镇完之后就可以随意的撕 全部撕烂到调料之中 夏天如果太热不知道吃什么 一定要试看看这道料理 清爽又简易的柠檬 给上鲜嫩多汁的鸡腿 这个步骤一定要用力的搅拌均匀 才会让食材充分的融合味道 倒吃一下口 这样凉拌柠檬手撕鸡就完成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淋上鸡汁撒上葱花 这个做法的鸡腿非常的Q弹 也保留了鸡肉本身的鲜甜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5 4 5 4 6 9 9 9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